那這個真上講清楚了嗎 在雙英辯論之後 民進黨主席蔡英文 接受了政論節目 接受專訪 那麼她也被問到 這個辯論的表現不如預期 媒體民調竟然輸給了馬總統 但是蔡英文只笑笑的說 她覺得自己講得不錯 大家可能把辯論當成看戲 她的戲劇感比較差 埃格法世紀辯論之後 民進黨主席蔡英文 首度接受節目專訪 被問到辯論的表現 好像不如預期 民調落後馬總統 蔡主席說 因為很多人都只是在看戲 政治人物的表演 有時候當然是無可避免 不過我是覺得 作為一個總統還是要適度 我想就有一點點 算是看似一個 政治戲劇的那種感覺 那或許我的戲劇感 比較差一點 那麼辯論中 總統直接對蔡主席 愛來愛去的 會不會也讓她失望了 這個語言是人的習慣 我倒是有個感受 就是說她對民進黨的執政 把她講到一無四處這樣子 你不能完全否定 民進黨執政八年 毫無成績 不覺得民進黨的論述 輸給國民黨 蔡英文願意和馬總統 再變一次 你會期待說 再變一兩場嗎 如果她的心態 可以調整的話可以啊 民視新聞年輕一夜尚松 台北報導